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 大家好 我是路講 大家猜我現在人在哪裡 我現在人呢 在熱海 那這一次呢 我來熱海住了兩天一夜 跟大家介紹熱海一些很適合拍照 然後也很值得吃的東西 那其實熱海這個地方呢 它距離東京車站非常的近 從東京車站做新幹線的話 差不多不到一個小時就可以到了 所以如果選擇想要在東京近郊玩的人呢 熱海也是一個非常推薦的地方 那現在我在的地方呢 是Akao Folisto 這也是一個超級適合拍很多配央照片的地方 那我現在在的這個地方呢 是Koweida House 它是在Akao Folisto裡面的一家咖啡廳 那它是日本很有名的建築家 Kumakengko-san設計的 它整個用的材質呢 都是木質料的真的非常的漂亮 那這咖啡廳也可以吃一些小東西啊 或是喝一點飲料 然後在邊吃喝的時候呢 就可以看到眼前的一片海景 真的超漂亮的 那第一站當然要放鬆一點 所以就現在來吃個冰淇淋 那我點的這個冰淇淋呢 它是玫瑰口味的 還蠻特別的 然後大家看它的冰淇淋上面還有花瓣 欸這個花瓣也是可以吃的喔 其實Akao Folisto非常的大 也有很多拍照區域 可惜當天因為天后不佳的關係 沒有拍到太多照片 大家要來的話可以留意一下氣象喔 那我們在咖啡廳確認了一下 今天一整天的拍照景點 那既然要拍照 又在日本 我們就決定男的來都來了 一定要去租和服拍美美的日本照片 果然講到熱海這種溫泉街 就是一定要穿浴衣 或是和服逛街才有味道 超級期待 跟大家說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喜歡和服 所以每次只要有穿的機會都超開心的 那我們就走吧 他們這家和服店還蠻特別的 是在美容室裡面的 那我本來想說 款式會不會很少 結果不會耶 其實款式意外蠻多的 而且他們的和服材質非常的好 那剛才我有問老師 老師說他們的和服都是全濕的 哇 我是第一次穿這種感覺的耶 大家看 因為今天天氣比較冷的關係呢 除了一般的和服之外 外面還有穿這個披著 好開心 我覺得大家如果來日本啊 體驗寓衣跟和服之類的 其實真的有很多款式跟種類可以挑 也可以體驗看的像我這一種的 超可愛的 好喜歡喔 換完和服整個人都嗨起來了 馬上又前往熱海車站附近的商店街逛逛 其實因為熱海的街道和店家 他們很多繪圖和裝飾 都很有昭和時代的復古感 最近成為日本年輕人東京近郊旅遊的首選 而且氛圍很適合約會也很適合女子會喔 大家我現在已經在熱海的商店街裡面了 現在其實是禮拜二耶 可是人超多的 而且整體真的超熱鬧的 就很有那種祭典的感覺耶 看這個是溫泉饅頭的店家 還有冒煙 謝謝 哇 溫泉饅頭 好可愛喔 大家看它的熱氣 好好吃喔 而且它裡面的紅豆是很溫熱的 就不像是一般阿米亞跟這種會冷冷的 所以它可以買 因為它的皮吃起來超Q的 而且大家看在街道裡面還有手湯 然後手湯的旁邊還有這個很可愛的地藏菩薩 因為現在冬天滿冷的 大家可以在這裡暖手 好舒服喔 好舒服喔 那剛才有問熱海的人 熱海的人說呢 現在這個四方形的泡芙 是熱海這裡現在非常有人氣的點心 所以就一定要來吃吃看 都來熱海 那我點的是卡士達奶油的口味 那其他還有抹茶或是草莓 各種口味這樣子 其實雖然說是泡芙 可是摸起來其實滿像吐司的感覺 那它裡面的奶油餡超豐富的 而且我覺得很好吃耶 因為它外面的皮其實也滿厚實的 所以吃起來完全不會太膩 這個推推大家完全可以買 在街道散步吃吃喝喝的時候 也看到很多盛開的熱海櫻 熱海櫻是日本最早盛開的櫻花 大片的微粉色花瓣真的超可愛 而且我剛好染粉紅色的頭髮 穿粉紅色的浴衣 一切都超搭的 真的好開心可以在這麼早的月份看到櫻花 好可愛 各位我點的炸豬排咖哩來了 聽說他們家店的招牌呢 就是炸豬排咖哩 而且我覺得他們還滿貼心的 所以他們每一塊都切得滿細的 還滿方便吃的 然後還有來這種傳統的刺茶店 一定要點的冰淇淋和蜜瓜蘇打 真的超可愛的 最近日本年輕人他們也都超瘋這個的 因為很有招和感不可愛 好脆喔 它的豬排算淋滿了咖哩醬 可是吃起來是很脆很脆的 然後咖哩的口味是比較濃的 很配飯 然後大家看我們還另外點了炸豬排三明治 而且大家看它其實也是切得飽飽小小塊的 所以女生吃了也非常方便吃 大家我現在來到的是萊公神社 聽說萊公神社是熱海這裡一個很大的 POWERSPORT 聽說我結緣的神在這個神社喔 所以如果想要找另外一半的人呢 來熱海的時候也可以順便來萊公神社 它這裡整個環境都好清幽喔 而且還有打燈 很喜歡這種有沒有日本神話的感覺 那我來抽個籤看看 好緊張喔 其實我今年第一個抽的籤好像是兇吧 希望我現在可以抽到一個大雞 大雞嗎?拜託是大雞 大雞 耶 就是願望會實現 然後等的人會出現 不見的東西會出現 旅行也會非常的順利 謝謝萊公神社 但其實萊公神社這裡最有名的是 傳說這裡有一條小路是TOTO的圓形 所以有很多日本女生會特地來這裡拍照 另外到神社一定要看的御守區也很可愛 還有今年兔年限定的會馬 那接下來我們還去了東海館 東海館新建於日本昭和初期 留存許多當時的工藝技術 過去是可以住宿的溫泉旅館 現在則作為觀光文化設施對外開放 供大家參觀 那晚上會打上燭燈 整體風格非常的復古特別 大家我們到今晚住宿的飯店叫做飲水莊 這家飯店是政府登陸的國際觀光旅館 在進去之前我就已經被嚇到 因為大家看一下它的景色 這是旅館正前方的海景 大家看有多美 太療癒了 我今天住的是608號房 它的名字叫做山崔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他們這裡的氛圍 整個氛圍都非常寧靜 還放著很古典的音樂 從外面風景一路到進來都超療癒的 嗨大家 我現在已經換上他們的浴衣了 今天真的很幸運 穿了很漂亮的和服 而且還是我沒有穿過那種微博款式 然後現在又穿了很可愛的浴衣 就是我以前也常在影片講 我非常的喜歡穿日本飯店的浴衣 真的就是這種感覺 真的超可愛的 跟大家說我一進來這個房間 我就嚇到 這客廳真的超漂亮 完全就是木質調 就是我最喜歡的那種和風 然後客廳跟寢室是連在一起的 中間也有拉門可以把它隔開 我覺得他們房間整個設計跟用色 都非常非常的有質感 就非常的落實 然後我要去換浴衣的時候 我就發現 他們有把它分成男生跟女生跟身高 然後為了要讓換浴衣的大家一目了然 它是有把抽屜拉開一點點的 我覺得這種地方就是真的很用心 然後就是讓我一看到就 就整個尖叫出來到不行的 那個霧天風呂 而且它不是要自己放水 這水就是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 我今天一定要好好享受我的泡澡時間 那等一下會吃晚餐 在吃晚餐之前呢跟大家講這個飯店 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個lounge 那這個lounge呢會依照時間不同 提供不一樣的東西 那在check in的時候呢 他們櫃台有做一下說明 像是在2點到5點的時候 他們會提供飲料 然後在晚上5點到7點的時候呢 會提供調酒 還有巧克力 然後晚上7點到9點半的時候 會提供甜點 那這個lounge是24小時的 因為我也非常喜歡住飯店 然後也常跟文章去旅遊嘛 都沒有看過像這樣子 lounge可以持續24小時 我覺得真的很特別 我覺得如果大家好好休息的話 真的很適合來這個飯店 然後這裡還有提供各式各樣的茶類 很貼心欸這個 我覺得來這個飯店也要早一點check in 才可以好好享受那個時間 然後大家現在我要去吃晚餐 晚餐跟我同一層樓 是在叫做銀之海的餐廳 來打開給大家看 嘿咻 哇 我的天大家看 因為現在是女兒節 他們竟然做這個裝飾 欸太可愛 我心都要融化了 左側的尾蝦 上面是金蝦和牛肉 横的手前是鮪 右側的尾蝦 右側的尾蝦 上面是檸檬的尾蝦 後面是鮪 一斤的尾蝦 我的天大家 我心情真的太激動了 他們的料理真的是 美到我一看到的時候 我覺得很感動欸 因為其實今天這家飯店 負責人有跟我說 他們一樓的那個擺飾 都會隨著季節 還有一些節日做變化 然後沒想到這麼細緻 連食物都是這樣 我現在講回來就覺得好感動 欸我完全捨不得吃欸 他們真的是 啊 太會操縱人心了 我整個被抓住了 天啊 那先跟大家乾杯 いただきます 好甜 而且剛才來服務我的店員 他跟我說他是越南人 他老公也是日本人 然後就跟我說 我們一起在日本加油吧 我覺得他超可愛的 然後是看起來就超厲害的龍蝦 然後是看起來就超厲害的龍蝦 好彈喔 我愛海鮮 我愛海鮮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大家看他的油花 分布得超級漂亮 跟想要完全不一樣 跟想要完全不一樣 一咬下去 那個河牛的油脂就噴出來 但是他本身有一點甜 又有一點辣 醬汁調味 上面又有一點青蔥 搭起來超好吃 而且很清爽欸 欸他的味道怎麼可以這麼細緻啊 真的太厲害了 好好吃喔 哇 一整支金木雕 他們桌上的說明書 有教要怎麼分這個雕魚 那如果不會分也沒有關係 這裡的店員會幫忙分喔 這裡的瓶子開著 頭部的部分 這裡的部份 這裡的部份 哇 還有2個 大家看這麼一大塊魚肉 再配上白飯 那太棒 日本麵超好吃的 嗯 大家我現在已經回到飯店房間了 剛才做了一些工作 然後現在呢 我要準備去泡房間露天風雨 來休息 那就先跟大家說晚安啦 掰掰 大家早安 還記得昨天晚餐女兒節慶明嗎 日本每年的3月3日是女兒節 是一個祈求女孩健康長大 與幸福的傳統節日 有許多家庭都會擺上女兒節人偶 廚人行來慶祝 剛好在旅館的附近 有一個叫做道具文化公園 的地方 擺放了許多廚人行 供遊客觀賞 當然趁這次的機會 我也去了 那現場除了廚壇之外 還懸掛了滿滿的 哲勒西Hina裝飾 視覺上真的非常的壯觀 如果以後我生女兒 也一定每年都要裝飾 雖然可能不會這麼氣派就是了 好大家那這一次要帶大家去 我們這一次來到熱海的主角就是 合金鷹 大家看我現在在旁邊的河川 就是合金河 那圍著這個合金河 前面有一層排的櫻花 那來之前在網路上查說 其實下禮拜才是開最多櫻花時候 可是我現在來 我覺得已經開了很多了 所以真的是覺得 啊老天爺真的太感謝了 給大家看我眼前的畫面 我眼前的這座橋叫做管橋 好那下面有合金河 還有山 前面呢就是一整片的櫻花 馬上帶大家來看一下 哇 我現在不知道我自己 就讓大家看我眼前看到的畫面 大家看 這是兩側的櫻花 真的超美的 雖然每年都會跟文當玉賞音 但是我是第一次來看合金鷹 其實真的很推薦大家可以在日本的櫻花季來看櫻花 因為櫻花開花季幾乎都是在四月 那日本的開學啊還有就是進入社會的一個新年度也都是在四月 櫻花對日本來說就是一個還蠻有象徵性的花 那因為我之前在日本留學 然後後來工作嘛 所以就覺得看到櫻花都會有一種被洗滌的感覺 大家那剛才賞完櫻呢 我現在要來泡溫泉 那我現在來到的是 市澤左溫泉港 那馬上就帶大家去看一下他們的 來看一下我們的大廳 登登登登登 哇 超美的 大家看這個海景 那接下來帶大家看一下我們的主角 貨櫻花廳 哇 大家聽這個流水聲 還會搭配岩石 還有海景 有這樣的房間真的超享受的 吃完午餐我們前往最後幾個拍照名點 首先是承袭海岸 吊桥和自然生成的各种奇形怪状的岩石 非常的有名 那听当地人说这里很常拍日剧 热爱日剧的我马上问是哪一步 结果当地人说是警察逼问犯人的地方 脑中马上浮现画面有没有 那接下来去了小市山山人步道Misola 是2021年春天才开幕的伊豆星观光设施 可以欣赏到富士山 热海的海岸跟初岛 伊豆七岛、大士山、天城联峰等360度的全景 那最上方还有非常漂亮的咖啡厅 Cafe 321 那咖啡厅还设有顾客专用的观景台 非常的适合拍照哦 那还要以火山地址为概念设计的咖啡拿铁 真的很可爱 那其实伊豆最近在日本真的很夯 尤其是日本女生之间 这次来后真的完全能够理解 因为有太多可爱的地方了 嗨大家 那我现在已经要准备从热海回东京了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伊豆热海这边有超过我的想象耶 因为我之前跟文章来的时候啊 我们两个就只去旅馆还有车站附近 就逛了一圈 那这一次才发现原来热海有这么多可以拍照的地方 那除了拍照之外呢 我最重视的就是吃了 我觉得这一次他们这里吃到的海鲜都超好吃的 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住宿的温泉旅馆他们的晚餐 真的就是非常的用心 包含他们用的器皿还有季节料理 然后还有金木雕 然后那个stuff呢还特别给我们看雕鱼形状的鱼骨 就觉得都是没有过体验 其实真的很感动也很开心 我觉得热海真的就是很适合来个两天一夜的小旅馨 不管是要跟朋友出来啊 还是跟另外一半出来 其实都很适合 那这一次去的地方呢 我全部都把它整理在资讯栏 有兴趣的人可以看一下喔 谢谢大家来看今天的影片 我们又下支影片再见 谢谢大家再见 拜拜 爱你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